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 今年将从韩国迎回第九批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今天中方交接代表团赴韩 9月15号中韩双方将在韩国仁川志愿军烈士遗骸 临时安置所举行装练仪式 9月16号解放军空军运输机运20 将接回烈士遗骸回国 随后在沈阳桃仙机场举行迎回仪式 9月17号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安葬仪式 截至2021年中国已经连续8年 迎接8批共825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共为10名归国烈士确认身份找到亲人